在练习 包含就是说你还可以在学习 有一个函数叫type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知道什么呢 知道某一个变数里面 到底放了哪一种形态的资料 比如说我今天假如这样 比如说这边你们可以参考也是这样 云专百版的第二单元 就第一页的地方 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练习题 把它改成3.2好了 OK 然后逼不改好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他也许看这边 那如果说我想知道说到底 A里面放的资料形态是什么 你可以也这样print 外面再包一个什么type typ OK 然后刮按钩之后的话 把A放进来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执行之后你会发现 等下 把它拼着 另外的话type什么 type type b好了 b也把它type出来 然后再加一个c好了 c的话里面也有放个字串 字串的话有点像123 类似像这样 那一样我这边把它再typec好了 ok 类似像这样 你们待会可以练习一下 那这个type主要 这个函数主要的用途 就是让你知道这个变数里面到底放什么形态的资料 如果你假设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直接执行一下 直接执行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这个的结果 我把字串会放 缩小一点 不然这样看 ok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type的话 A里面放的是辅点 辅点的话就是有小数点 然后type出来的结果 会跟你讲里面放的是一个类别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形态叫float 所以如果你以后看到float的话 那就表示里面是放有小数点的数字 ok 这应该没有 第二个的话 如果是它是int的话 那表示它里面是放整数 那如果是它里面是放的是 字串的话 那就是str 那再来的话 你们可以练习什么 那如果我转型的话 比如说我怎么转呢 假如说我在这边 我希望把 把什么呢 把这个A里面的资料 把它转换成字串的话 有没有这边 假设我在type的 或者在这上面也可以 这个外面或者在这边也可以 假设我把这个加一个str 前刮弧 后刮弧 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个3.2 本来3.2外面没有双引号 把它转换再放到A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当然它放进去的话 会变成什么 本来是3.2 换成这个时候双引号的3.2 那type出来的结果会怎么样 特别是它还会是blog吗 当然不会是 所以我们来 可以 第三 第三 对 如果把它转 你会发现这个计算这边就 就会挂掉 因为它没办法做计算 那怎么办 我先把这个先注解掉 如果我 假设我现在 只要A 123 第四行我不执行的话 因为会有bug 那记得你可以在前后 前面加个注解符号 注解符号呢 在Python里面呢 VPA是单引号 那Python的话呢 就是斜线斜线 OK 那吧 更正一下 这样 更正一下 太多了 因为写过 更正一下 应该是紧字号 OK 紧字号 你就在前面加个紧字号 这样的话呢 表示说这一行不会被执行 交给我一个技巧 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不特别记 我记一个快速键 就是打什么 Ctrl加按注再加一个斜线 就注解 如果说你今天要取消 就Ctrl再加一个斜线 如果你假设 比如说这三行要一起注解的话 Ctrl加斜线 一起注解 Ctrl再加斜线 再一起取消 OK 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有时候 我们可能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不确定说这些程式 到底还要不要用的时候 先不要删掉 那就可以用这一招 Ctrl斜线 斜线是那个问号 斜线 还有一个阻值 这个还蛮重要的功能 Ctrl斜线 这样OK 所以有时候不会特别去记前面加什么 因为有这个快速键之后 那你就不会再记这个功能 所以有好有坏 所以有的时候 习惯用这个Eclipse写程式之后 你换到别的环境 你觉得别的环境怎么 有些功能都没有 没有就会觉得自己要做的话 就很麻烦 为什么会用Eclipse来写程式 主要是因为 它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的功能 让你写程式的时候 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包含什么呢 字一定是彩色的 还有很多的快速功能 比如说你点下去 像打一个P 有没有 Printer就出来了 你就不用再打Printer 不然如果你用别的编辑器 你要自己打 很多东西要自己打 Eclipse很聪明的地方 就是它很多东西打一个字 它自动全部都出来了 你就自己用就好了 方便的要命 所以这里的话 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转型完之后 再丢过来 有没有 A 里面 它就跟你讲说 里面就变成Street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 再稍微练习一下 有关相关的转型的部分 这个我也是放在 第二个单元的上面部分 所以里面当然 还有一些转型 所以你会发现 有小数点的就Float 双引号的话 那就是文字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在Python里面 你可以用双引号 也可以用单引号 都可以表示文字 但是我建议 我自己习惯 因为我写其他语言 其他程式都是双引号 OK 只有Python用单引号 所以我干脆 我统一 不用单引号 我全部都用双引号 还有特别之后 如果你用双引号 两边都要双引号 单引号 两边都要单引号 你不能说一边单一边双 那就不对了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你们可能看到 坊间有别的书籍 你要教文字 其他怎么用单引号 那也对 都可以就对了 其他的部分的话 大概是这样子 转型部分 这边有一些相关去处 再来后面有一个所谓的拖曳资源 这个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用到什么 用到这个里面有个去处 比如说我底下也可以 这print 假设我希望print什么 printA里面的结果 那printA的话 当然它里面会 帮我把3.2给print出来 可是问题 我要表现说 这个print前后 它是一个文字 所以我要把什么 把它的双引号放上去 有没有 你print双引号 如果你放这样的话 你执行的话 怎样 这不对啊 他看不懂这意思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双引号 放过去的话 你会把print变成一个A了 他就把A放到双引号里面去 当成是一个什么 文字输出 可是你想说 我要输出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前后双引号 然后呢 中间放3.2的话 你可以 这个地方你可以这样 双引号 对 然后双引号在这里 串接 一个双引号 双引号 理论上 我们要表示什么 这个双引号 再加 这个少一个加号 有没有 然后再加什么 这个双引号 中间放3.2 假设我今天想要输出的结果就是这样 双引号 3.2 双引号 可是跟各位讲 这个的话 Python他看不懂 为什么 因为呢 你双引号已经被用掉了 所以如果你突然又放个双引号 他会confuse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所以为了避免说 这个双引号这个资源 程式已经用掉了 那将来你还要再输出这个特殊资源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所谓的拖曳资源的概念 你可以怎样 在这个双引号前面多加个什么 多加一个反斜线 也就是说呢 反斜线 双引号 来表示你要输出的就是一个双引号的资源 不然的话呢 如果没有加这个拖曳资源的这个反斜线的话 他会不知道 你会要输出的是一个什么双引号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再加什么 加一个反斜线 我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执行一下 有没有 这个时候的话 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像这样的一个 有没有 前后加一个双引号的讯息 那请各位试试看 我刚刚主要是利用type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type再加一加 我主要是练习整数浮点跟字串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刚刚讲到一个 所谓的注解符号 OK 注解符号你可以用Ctrl斜线 最后的话有个有关拖曳资源的练习 OK 就是在这个地方 特别是用 双引号里面就放一个反斜线的双引号 意思说我要输出是这个双引号 这个双引号呢 就会输出前面这个双引号 加上3.2 再加上后面的这个双引号 所以后面这个双引号 这个双引号呢 其实指的是后面这个双引号 好了 画面先再还给各位 试试看 也就是说有一些特殊的次元 假如你不用这个方法 那你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 城市里面已经用到的这个资源 那这个里面就有个概念叫拖曳资源 使用的是里面已经被使用到的 或者是说呢 有一些这个一些特殊的资源 我们可以用这个拖曳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